今天呢我收到了一个硬盘 它是一个180G的英特尔固态 不过它是进水的 这名网友希望我能帮他汇复一下它上面的资料 既然是进水的 那我们先上电给他看一下它里面的情况是怎样的 看到这里可能有的网友会反驳了 进水的硬盘通电不会烧掉吗 这里我想说的是 如果不通电 你怎么知道它哪里有问题呢 而且这个硬盘来到我手上之前 它的主人早就给它通过了 所以现在再通一下 应该是不影响的 电流好像还能跑上去哦 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正常的电流啊 我们先来量一下 这边呢1.2V应该是颗粒的供电 这边1.3V 这里呢有1.1V 刚才呢我全部量了一下 电呢它是全部都有 还是直接上机来看一下什么情况吧 硬盘呢我已经接上来了 其实它是可以直接识别的 不过它变成了一个RAW的格式 这应该是一个分区表损坏啊 后面呢我又给它做了一个镜像啊 然后用工具给它扫描了一下分区 但是非常奇怪啊 这里一扫描都是这种墨绿色的方块 就是无效的数据啊 正常扫描应该会像这一边一样 有各种颜色的马赛克在上面了 而且这一个呢是带EFI分区的 然后我用Vintex打开了它的EFI分区 但是非常的奇怪啊 这个EFI分区里面 全部都是这种0000在里面的 也就是说这是一个空的分区 EFI是什么分区呢 它就是一个系统文件的引导分区啊 这是什么情况嘛 这就像考试一样 做题的时候嘛 一定要先审题 然后呢我尝试着跟这名网友联系了一下 我拿到这块盘的时候是晚上的七点多啊 我跟这名网友联系的时候是晚上的八点 它的回复是这块盘剩余的空间 大概就是7G多一点 分区呢也就只有一个系统分区 后面呢我又看了一下这个扫描结果 这扫描结果上面有四五个分区在里面了 这个分区结构呢 看起来非常像是那种一键装机自动分的盘幅 而且这些分区的创建时间 好像都集中在1月1号的16点左右 16点54分啊 但是这名网友说这个盘呢 是12月20多号的时候就坏掉了 然后呢31号就送到了附近的地方进行维修 1号的时候呢 它表示硬盘并不在它的手上啊 看到这里 我觉得今天翻车的概率肯定高达99.99% 后面呢我把这个镜像给它压缩了一下 看到没有 这镜像大小呢只有78.6G啊 连80G都不到 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们知道再过半个多月就是春节了嘛 临近春节 快递嘛肯定是非常繁忙的 推测是在快递运输的过程中 有可能是快递把别人的硬盘送到我这里来了 具体送货方面的问题嘛 还是建议这名老哥跟快递公司那边的有关部门联系一下吧 毕竟忙中出错 希望大家也可以理解一下嘛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贼船的硬盘 这个呢叫什么MP600 这包装给我的感觉就像是在垃圾堆里面翻出来的一样 不知道是不是在运输过程中造成的 还是它原本就是这样子的 这个盘什么情况呢 我先打开看一下 拆开以后呢 我发现原来这是一个大力出奇迹的硬盘了 我们可以看到 这边的主控板都已经断开了 还是先把这个散热马甲给它拆一下吧 在这里我顺便演示一下这个散热马甲怎么拆啊 因为经常看到有网友找我 他的硬盘呢 拆散热马甲的时候 把上面的颗粒都一起掰下来了 其实这个并没有什么难度啊 沿着这些边把它拿下来就行了 如果是上面的硅脂太黏的情况下 可以用电吹风把上面全部给它加热一遍 然后再给它拔下来 这样就拿出来了 上面的硅脂呢 我给它随便清理了一下 它的主控呢 是群联的16主控PCIe 4.0 然后颗粒呢 是TAB开头的群联白片了 TAB开头的一般是冬姿的颗粒 也就是现在的凯霞 颗粒嘛 一共有四颗 看起来颗粒外观应该没什么大问题 其实这名网友呢 就是想让我给他换一个带缓存的2621N主控板 不过换主控板的事情还是改天再说吧 因为现在已经12点多了 我呢要去享受一下私生活了 对了 本周的硬盘寿命测试情况暂时先保密啊 因为我还额外做了一个有意思的测试 到时候会根据综合测试情况来进行表态的 我还领外来进行表态的